在高雄有一部大货车 他经过了翠峰路段的时候 地面突然间凹陷了 凹出了一个大洞 导致了大货车的后轮卡在凹洞里面 动弹不得 最后警方到场封锁了路段 出动吊车把货车给拉起来 那么警方就说了 很有可能是因为最近下大雨 导致了地层下陷 大货车的后轮卡在路面凹洞 没有办法前进也没办法后退 出动了两部吊车 协力的把大货车吊起来在路面上 大货车驾驶开车经过了高雄市翠峰路 突然间地层下陷 这人驾驶看傻了眼 警方到场先是维持交通 也正式封锁了翠峰路 就怕再有人车经过 同样也受困在这里 那么至于地层下陷 现在初步研判 可能是因为连日大雨 还是有其他因素呢 现在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联清